從明天開始 又會有強烈冷氣團來襲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前往台南將軍餘溫 來視察寒害災情 同時也宣布 將會以科技的方式認定 補償將會從寬 從減 從速 農委會表示 只要是在去年十二月三十號 到一月十號期間 氣溫低於十度 連續十個小時 而且在公告補助地區內 就符合天然災害補助 政院也會在農曆年之前 把補助撥下來 農委會公告養殖業 含害補償的地區 有包含彰化 雲林 嘉義 還有台南等四個縣市 行運長蘇貞昌也才是 擴大含害補償辦理 盡量要在農曆年之前 讓遭遇到含害的漁民 可以領到補償